现在联系上多少可靠的人 当年旧部多都被打散了 有些留在上京 有些则是去了其他的地方 戍边的也有不少 戍边的那些 怕是回来不了几个了 往往只要有战事的时候 都是我们的人冲在最前面 但是平日里训练不多 吃的也不好 基本上上去的都没下来过 这其实也是他们现在这批人的日常 或许说 他们留在上京的人 稍微幸运一些吧 至少他们平日里 虽然是到宫统 做伙夫 但至少命还能保得住 目前能联系上 有确定没有叛变的 两千人左右 两千人足够了 宋辰十分有信心 与其找到那些不忠心的人过来 还不如不去看人数 过两日 我会把这两千份的人生丸 全部送过来 到时候你负责发下去 每个人一平 这是他改造他们的第一步 甚至他好像都不需要再多些人手了 你们想办法 从你们现在的部队上脱离 然后去保风县重云镇 在那边等着我 记住了 不能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也不能暴露你们的行踪 重云镇上 有座九岭山 你们到了之后就秘密上山 在身上扎下来 等我回去 再做其他的安排 主子 那九岭山 其他人不知道 但是在重云镇待过几年的那几个人 确实知道了 九岭山不安生 就在他们来之前 九岭山还出过事 九岭山很安全 恒王的五百人 几乎全部舍在九岭山上 我干的 主子 恒王的事 跟你没关系吧 有关系也没关系 毕竟把恒王软禁起来的人也不是我 众人了然 不是他 但是他肯定在其中起了一些作用了 还好还好 一众人默默安慰了下自己 还好他们做了正确的选择 不然现在估计也是悬了 平静了一会儿之后 他们就已经开始在做计划了 这件事要真正地实施起来 还是有些难度的 一个搞不好就会暴露 这也算是宋臣给他们的第一个考验吧 通过这件事 就能检验出他们到底有没有能力 或者说 值不值得他做这些 他是一个很现实的人 立即永远都是正确的 就能检验出他们的第一个考验 就能检验出他们的第一个考验